我們等一下要帶來一首 算是電影的主題曲 很老的 對 很老的一個電影 就是比較文藝腔的電影的一個主題曲 那這邊就是小小的補充一下 就是說 欸 爵士樂怎麼跟電影有關係 嗯 播放是這樣 因為在比較老一點年代 就是黑白電影那時候剛起步 然後電影產業其實他們都會去找 作曲家做編曲 到現在還是有 就是很多名作曲家 比如說你可能聽過 可能是星期大戰的整部的作曲 或者是怎樣怎樣 那其實就是這樣子 演變而來的一個產業 那在以前的黑白電影其實 蠻多的主題曲都會被轉譯過來 爵士樂這邊做不一樣的詮釋 所以它變成我們去玩的一個對象 不是玩音樂說 誒 我今天要彈什麼 不知道 那我們就有彈 誒 你看過之前那部電影 叫做Black Orbit 之類巴拉巴的舉例 然後說有有有 那我們就來彈它的主題曲 那久了就覺得說 誒 這很不錯 所以就是把這個曲子 就是整個完整的去結錄下來 然後我們再持續去玩 然後就越來越都會知道 什麼東西 它有一首歌很經典 你們大部分一定看過 白雪公主 它前面也有一個 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 那這首歌其實在爵士樂的經典曲裡面 也算是非常有趣 好 那我們就先來演 好看 好看 然後就先來演唱 然後就先來演唱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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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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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